第3正眼睛大禮漢世界 我們今天和大家分享阿南德6月12日的最新預測 阿南德說今天的視頻是關於農曆新年的 印度和一些國家的農曆新年 在2023年3月21日開始 其他國家就遲一天 關於這方面 他說他會另外作視頻講解 阿南德說今天的視頻是從今年的4月到明年的4月 這個大約為期12個月的時間段內 對可能發生的事情的基本分析和緊要概述 阿南德說今天視頻的主題 我們將會關注幾個具有影響力和衝擊力的領域 從地緣政治到金融領域 到可能發生的自然災害和人禍 不同國家的情況不同 我的總體預測是基於占星分析 我還用了幾本古老的經書來進行分析 我還大量地利用了歷史數據 並從我自己的角度進行了一些分析 然後將這些整合起來 阿南德說 我們今天要講的第一件事就是 今年是穆星60年周期中的第36國周期 他說這個新年很重要 是從上一個龍令年過渡到下一個龍令年 當然每年都會經歷這種過渡 但是我們要找出上一年和下一年過渡的確切時刻 這裏有個泛魚 就是Tretramashal 它是指印度龍令年的第一個月 確切地說 當進入這個月的時候 就是進入了龍令年 並且它開始的時間 合好是太陽和月亮彼此非常接近的時間 稱為Amarashia 也就是在合上前太陽和月亮之間 形成十二度夾角的時候 Amarashia 凡語的意思 就是那裡沒有月亮的意思 也就是見不到月亮 這個月上被稱為暗月 這個在合上前 而合上後月亮和太陽前 也呈現十二度以內夾角 但是這個時候就會被稱為是新月了 在古老的印度文化和信仰中 無論宗教如何 Amarashia 都被認為是一個具有強大力量的時間段 阿南德說 我在今天的案例中 使用了真正的 能夠獲得聲像準確定位的Tretrapasha系統 因此 我將緊對現在不同國家和不同地點 可能發生的情況進行基本預測 基本上 火星的影響還是一如既往地巨大 根據廢陀占星系統 農曆新年從星期二開始 就在農曆新年開始的時候 火星位於從第一宮 也就是Negner 從這裡開始數的第八宮 而廢陀占星術中的Negner 的上星星座是天蠍座 阿南德說 有趣的是 這個天蠍座也是我們現任總理的出生星座 這件事的確非常有意思了 我們不確定它到底會如何發揮作用 但火星位於從上星星座起的第八宮 而太陽、月亮、水星和木星就集體位於第五宮 還有土星在星盤第四宮的位置 而所有這些都可能導致 在這個時間範圍內 發生一些非常重要的事件 首先 最重要的就是來自木星和水星的影響 而我預測 2023年到2024年的4月左右 基本上會受到木星人詞上位的影響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 我們會看到經濟方面的積極表現 我們會看到更多的來自國外 或者其他領域的投資 我們還會看到一些顯著的經濟增長 總體來說 反映到紙面上 情況會相當不錯 但是緊接著 阿南德話風一轉地說 但是當我們來到地緣政治方面的時候 情況並不樂觀 因為火星作為印度的貴風之王 和格拉納所在的月相之主位於第八宮 而這個時候 恰恰是農曆新年開始的時候 火星位於第八宮位 這個位置不太好 它可能會導致一些暴力衝突的發生 這些衝突 不僅僅會發生在我們國家內部 也會在輪郭發生 我們可能會看到 印度周邊地區出現很多地緣政治問題 和國內暴力衝突 而且這個很有可能發生在2024年的4月之前 阿南德話 因此基於火星的位置 我可以做一些廣泛的預測 另外正如我之前提到的 其他領域似乎還不錯 就印度在國際上的地位來說 我們國家的主導地位 可能會增強 儘管這一年對印度來說 算不算是最好的年份 也不完全是我們指望的那種黃金增長的年份 但是會在好的經濟政策的引導下 朝著增長的方向發展 但是我們可能會看到更多的暴力 甚至更多的針對動物的暴力 這個可能會導致我們國家遭遇非常負面的天氣模式和自然事件 甚至可能會為我們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講到這裡 我不禁要插一句咀 很多人都說 不要吃肉和少吃肉就可以少些殺生 這個就能讓我們的自然社會變得更好 我想提出的問題是 如果人類僅僅停止了對動物的殺戮 但是就沒有停止對自己同類的殺戮和迫害 這個自然社會 真是能如他們所期望地變好嗎? 阿南德接著說 由於火星位於第八宮 我們預測會受到大風的影響 與火、風和水有關因素的影響 這三個元素可能會造成一些破壞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那樣 地震是我們必須要小心的一件事 這一點很重要 因為一個地震會引發另一個地震 僅接著又是再另一個 會接二連三地發生 甚至印度也有可能會在這段時間內受到影響 阿南德說 綜合上所說的 對於我們的國家來說 這個的確不是最好的年份 接下來 阿南德開始針對中國進行預測 阿南德說中國是印度最重要的鄰國之一 我們先來看看中國的首都北京 北京是中國最重要的經濟和政治居點之一 當然我也選擇了上海來進行我們的研究 但是基本上它會走向下一個跡象 並且與美國完全對立 農曆新年期間有一個上位 直指中國放輕微艾 這個意味著美國和中國 將會在一些地緣政治問題上正面交鋒 阿南德說 我這裡指的不是戰爭 而是在幾個地緣政治問題上公開面對面 兩國之間的競爭很可能在這段時間內 達到了另外一個水準 在這一年內 他們總體上也會構成一些威脅 阿南德總結說 由於火星的影響 正如前面已經提到的 世界很多地區都會有軍事行動 而且還不少 我還將會解釋這個到底是怎樣發生的 但是軍事行動將會成為焦點 很多國家將會增加幾倍的國防預算 很多國家將會推出新的法例來修改憲法 稍後我們會說到日本 阿南德說 但是這就是可能發生的情況 敵意行為和競爭將會變得非常普遍 競爭將會在這個時期加劇 從中國到美國 這一點非常明確 2023年至2024年 中國的處境 看起來就好像比印度好一些 但是正如我之前說 中國將會在2022至2023年 以及未來幾年陷入困境 我已經預測中國將會在這段時間內 出現重大問題 可能會有一些衰退的跡象 儘管這一個是暫時性的 我將會在另外的視頻中 詳細地去展述這一點 阿南德說 中國的人口減少了大約80萬人 我們在這裡說一下 阿南德的這個數字是不準確的 疫情的死亡人數被嚴重地低估 我們在之前的節目裡 也和大家詳細地羅列了證據 中國人在疫情期間死於病毒 最少就有4億人口 這個真相比阿南德所說的數字 更加令人觸目驚心 我在國內的朋友 都在和我說商場的人少了 很多人一定認為是因為疫情 那些人不敢出門 但是我們再仔細地想一下 為什麼剛剛開放的五一假期 我們和大家計算過了 人均消費才500多一些 但是大家還迫爆頭地向外跑 儘管中共的病毒專家 一再警告可能會有傳染高峰 這個說明了 那些人都不願意留在家了 沒有錢都會往外跑 但是在國內的人可以看看周圍 為什麼平時出行的人變少了呢? 中國三年疫情到底死了多少人? 有興趣的就可以看看大紀元的專業分析 大資料估計 中國三年疫情死4億的這篇文章 我們會把這篇文章的連結 放在留言區給大家看的了 阿南德對中國會衰退的預測 也是基於人口的縮減 阿南德說中國人口幾十年來首次減少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趨勢 證明了之前我所做的預測是正確的 但是事實上是 中國的人口並不是今年減少的 早在幾年前就有美國和日本專家通過各種手段 甚至是通過計算食用鹽的攝取量來計算中國的人口 因為中國人口對世界來說一直都是一個謎 所謂幾十年來首次減少 只是中國首次承認減少了 所以從這點上 中國的衰退絕對不是暫時的 而是不可抑的 阿南德說 這是基於當前的農曆新年才關注這個特定的主題 他說行星的位置在某種程度上有利於中國 而火星的上位 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 會讓中國變得比較好鬥 從健康和疾病的角度來看 到底會發生些什麼呢? 阿南德說 中國似乎做好了準備 可以走出來了 阿南德對中國國內認識的預測 有些令人摸不著頭腦 他首先說 今年的上位對中國來說是不錯 中國境內在今年內不太可能會發生暴力事件 但是中國境內的暴力事件 和與中國有關的暴力事件可能會增加 接著他又說 中國民間存在著不滿的反抗情緒 而且我們看到中國部分地區爆發了一些暴力事件 可能會 亦都可能不會地被軍隊統一鎮壓 所以他又說對這件事並不太確定 但是就會進一步地詳細說明 這樣看來 中國今年境內會不會爆發暴力事件 好像還不太明朗 其實 中國要面臨的恐怕不止這些了 今天時間有限 我們先說到這裡 之後的節目 我們會繼續阿南德對美國 和世界經濟政治自然災害等方面的預測 敬請期待 好 今天的節目就跟大家說到這裡 我們下次節目見 五分之一 別問 消防 四分之一 不可以 兩敵 是 三分之一 一 等一 休息 五分之一